为什么不带提拔钱提出来 盖棺定论 盖了棺材能定论不是 谁都不希望留下骂名啊 演出是否成功 得从观众的掌声中判断 考试成绩的好坏 得等分数出来以后才知道 现在演出结束 分数也出来了 结果告诉我 冯家昌还是过硬的 这个句话画得还是比较圆的 然后我就可以 你功成身退 先贤们大多如此了 我觉得 我的人生 应该算是小小的圆满吧 自到我到了机关 你没啥照顾我 结果会是这个样子 你说 对不住了 来 老哥也有对不住你的意思 上个题 做训处副处长那事啊 我在底下给你凑个手脚 在这里 我想起没个不是 老哥 就当是上牙磕了下牙了 不提了 来 说真的兄弟 如果上回提你啊 我心里不会难受的 因为我觉得干参谋 你比我牛 可这回呢 我心里确实不是个滋味啊 行了 不提这事儿了 今天呢 咱俩就算喝个离别酒 就算你为老哥送个行 来 怎么回事 兄弟啊 老哥是一个不合格的军人 当年当兵就是为了逃脱下乡 到了部队以后呢 学的干的 都是跟军事上不沾边的事 结婚以后呢 老婆不喜欢这儿的气候 死活不肯跟我过来 多次动摇我回去 不就是想混个正处嘛 转业回去也好安置 行了 其实现在我心里挺平衡的 这次领导没提我 算是帮了我老婆一个忙 断了我的小酒酒 行了 兄弟 这次回去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吧 来 来 兄弟今天借你的酒 应该说是为咱们两个送行 别别别 什么意思这是 本来不想跟你说 我也要离开部队了 转业报告其实我早就打 就等着这几天递上去呢 为啥 其实我挺幸运 一到部队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普医官 他那时候是我的连长 他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我也想着 能够尽早地 提干 升职 如何能提得更快 升得更高 但是我经常问自己 我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吗 我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私心杂念 妄想不敢问 因为答案很简单 我的背上背负着太沉重的家庭负担 家族使命 我当兵不过是为了把我自己 还有我的几个弟弟带到城里 让他们作为一个城里人 包括我自己 火营长转业那天 我很惭愧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我不适合再在部队待下去 现在 我的任务完成了 到了该离开部队的时候了 但是我不甘心 我在部队这么长时间 干得怎么样 我是不是真的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 组织上是不是 对我有一个公正的 客观的评价 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转业报告 打了很长时间 迟迟没有递上去的原因 现在 答案我有了 我安心了 好长时间没跑长途了 工地上游泪了那么多天 注意安全啊 我知道 两年多了 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一个人走了 一个人再回来 你还愿意这么继续下去吗 冬天来了 春天还回来 我会等到那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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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没有信心啊 老天什么时候能够开业 我什么时候站在你面前的是冯嘉兴 而不是冯嘉诚的弟弟 等你这回回来就会有结果的 我怎么知道 我有一条红色的沙巾 我有一条红色的沙巾 等你回来 你要看见我拿着它 那就是结果 使给我吗 你说呢 等着我 苗本长 嗯 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啊 前些天呢 接到江湖参部长的电话之后 我就考虑了 做了一些安排 所以接到你的电话就来了 我总觉得是个人才 您也早就着手培养过 江湖参部长也很欣赏 就这么放走了 总觉得是个损失 所以就给您汇报一下 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们对他的关心 还不够啊 培养措施呢 不得力 也很不得法 报告 来了 进来 料不着 怎么 提拔了 也不打个招呼 让老头子沾点喜气 见面的还白谱 不讲话 没脸见解 把头抬起来 让我看看有几分真诚 什么也别说了 辞职 改革 改革 转业 改革 转业 转业报告我也收回 那就请江湖参部长 并重新分配工作 去国防大学学习深造 下星期报到 是 是 好吧 冯总 毕业的时候 我打算申请到基层部队做一个领长怎么样 你怎么考虑 好 我要吃透咱们部队现在的办理计划 尝试在部队建立一支小规模的星期化部队 为全军的星期化建设 打一个基础 我觉得你 特男人 嗯 我都 我越来越爱你了 酸不酸老夫老妻了 慢点跑 好啦 人家春节联合晚会上 我老两口牙都掉没了 还你亲我爱的 那是戏 戏来源于生活 好 一二三 我爱你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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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一会儿的功夫都给不开我呢 嗯 爱你吧 那我们呢 就天天在一起 永远都不分开 那该有多好啊 可惜呀 老天爷不帮我们 别胡想 静胡想 大家等你好了 还要热闹闹的 给咱们办婚礼呢 那可能就要让大家失望了 不会的 不会的 现在医学进步了很多 咱们呢 肯定能再创造一个奇迹的 有你在我身边我就知足了 你 铁蛋 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 对不起啊 听我说 我走了 你别估计什么 糟糟地娶一个好姑娘 能漂亮地 会心疼你的 静胡说 谁会有你漂亮 没有人会比你好 没有人 什么眼光 我走了你先去佩服眼镜 韩湘 你别笑了啊 你要是疼的话你就还亮上了 别笑了 我没事 我答应过你 到死都要让你看到我笑 我知道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笑 一辈子 有点 你是不是跟他们几个都说了呀 他们忙 你就别打扰他们了 他们已经来了 就在外面呢 他们已经到了 是啊 那你快叫他们进来呀 好 你等会儿 你给我拿个梳子 我要梳梳腾了 好 那你没有镜子 你给我拿一下 他那口红 咱们打扮飘一个人量的 我抹点口红 我抹点口红 真好看 骗人 早去小子们啊 去吧 快去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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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蛋 嫂子 嫂子 毛蛋 不哭不哭了啊 完全像个城里人了 本来让你们俩回来 是想让你们参加我跟你二哥的婚礼的 对不起了 嫂子 你千万不能说对不起 这三个字 不认识你 不愧是俊孝的高材生 会说话了 不 不 刚大 你回来了 这是你妻子吧 韩翔姐 对不起 果然比我好 该谢谢你了 不然太对不起我们铁蛋了 你不知道 铁蛋比他更早就喜欢上我了 你是谁啊 我是点点 点点 真漂亮你 我还以为你是一朵花呢 你可能就是一朵花 被你爸爸妈妈踩回来了 你看阿姨笑一个 蚊子 哎 铁蛋 你们两个人都过来了 我没有烦火一回 有你们两个心里记挂着我 因为我 你不认你哥了 你跟他决裂了 现在 我让你们两个都谅解他 该叫哥的 还要叫哥 该认兄弟的 还继续任兄弟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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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我能跟钢带说几句话吗 好 小长 你都陪他说说话 臭狗带着你们都出去吧 走 我们带着你去吧 走 钢带 你咋也学会跪了 韩翔 我对不起你 我把你留下来 不是想听你说这个的 你快起来 我是想跟你说铁带的事 你是一个好大哥 铁带也听你的话 我走了 我走了 别让他哭受 帮他找一个好姑娘 他是一个能让你们幸福的好男人 他心里面肯定忘不了我 我 已经够了 答应我 我答应你 其实啊 我挺遗憾的 活着真好 活着真好 我真后悔 活着的时候 没有用心的过每一天 我还后悔 我还后悔 我为什么只是一个人 爱过我的你 笨子 铁蛋 你们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都那么优秀啊 如果我变成三个人 陪你们渡完一生 那我就活了三辈子了 韩湘 我这一辈子只对不起一个人 就是你 就是你 我一直想亲口对你说出三个字 这是我一辈子的目标 今天终于可以面对面地对你说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你 韩湘 我与你说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也不认识你 别人都能为自己活着 只有你 要为家活着 要为兄弟们活着 要为改变全家的处境活着 你要不是冯家的老大 我们俩也不会分开 我们俩也不会分开 我现在陪你带着孩子的 不是冬冬 而是我 韩湘 你说我咋那么傻 我干啥要那么多凶行大志 我干啥非要当城里人 我踏踏实实做我的农民 再苦再累 有你就够了 你从来就是一个不敢于平庸的人 你只是生错了地方了 今日到最后 我全都想明白了 我不怨你 也不恨你 真的 真的 冬冬比我更适合你 看着你们全家那么幸福 我也就安心了 不 may 幸福 有点 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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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钟 你的颜柠 你 拿走